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超級聯賽隔二組第五輪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選秀節目對青少年影響弊大於利 對賽雙方為正方加密柏宇中學及反方協欣中學 現在讓我介紹雙方的辯論正方主辯周子晨同學 第一副辯劉穎儀同學 第二副辯陳卓妍同學 傑辯歐陽穎添同學 反方主辯蘇敏偉同學 第一副辯杜穎添同學 第二副辯李靖南同學 傑辯吳嘉穎同學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判為今天的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前香港大學中文辯論隊隊員徐欣健先生 香港樹人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員江樂林先生 以及馬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粵語辯論隊教練范光華小姐 本場比賽分主辯台上發問一副二副台下發問及結辯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4、3、3、4 反方主辯完成發言後 雙方各有一次台上發問機會 台上發問完成後 正方一副接續發言 待反方二副完成發言後 會進行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機會 台下發問完成後 會進入結辯環節 除台上發問及台下發問環節外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均有一聲提示 叮 時間則有兩聲提示 叮 超時15秒則會連續叮幾下 叮 詳細賽規已經發佈與各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現在先請正方主辯發言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之後請向計時緣講 可以 是麥是麥 可以 還有各位大家好 近來打開電視 不難發現電視台經常播放一段音樂短片 一大班平均年齡只有十幾歲的青少年 被塑造成明日之星 其中最小的年紀只有十四歲 不但電視、各大媒體、論壇都有他們的終職 提到選秀節目 相信大家並不陌生 現時盛行的選秀節目 形式、哀容可能有所差異 但一般而言 參與者大多數都是十幾歲 仍然在扣學的青少年 希望通過在舞台上展現自己 繼而出道 他們在台上的表現會受媒體關注 他們的言行、家人、朋友 都可能成為大家柴魚飯後的話題 青少年正處於成長期 甚至未成熟 人生觀以及價值觀都在形成之中 故此要衡量變題 需要探討選秀節目 對他們身心成長 以及價值觀建立兩方面的影響 何況政立變題 原因有二 第一 承受過大壓力 損害身心 選秀節目的參賽者 不但要面對激烈的競爭 更加要承受輿論的壓力、批評和看法 他們的一言一行、成敗得失 都在公眾面前無限放大 青年人往往容易忽略或高估自己的承受能力 導致身心受損 中國選秀節目青春有理第二季裡 也一直被傳媒、觀眾寄予厚望的年輕參賽者周子善 因為在表演途中失誤被分到最差的等級 最後被淘汰而崩潰大喊 更加暈倒被送去醫院 當時節目還沒播出 他崩潰雲島的消息已經在各大媒體論壇上再封存 身心再一次受打擊 壓力 人人都有 但當年有多年舞台經驗的內地資深歌手拿英 都會因為自己跳舞跟不上其他組員 壓力帶到緊張落淚的時候 一個十幾歲的青少年 面對眾多的輿論批評又如何承受得住呢? 第二傳遞錯誤價值 淺踏自尊 選秀節目未其明是令人發光發熱的舞台 實際上就在傳遞錯誤的價值觀 成年人當然明白這只是一個娛樂節目 但甚至仍然在發展中的青少年又如何呢? 另外有韓國選秀節目更加需要選手互相投票選出被淘汰者 由於參賽者要努力令自己不要被淘汰 於是就出現了為了增加自己贏的機會 才選擇淘汰實力強勁的對手 試問青年人在這種太強漏弱 鼓吹惡性競爭的氛圍下成長 又如何有了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呢? 另外選秀節目往往為了得到收視和熱度 而刻薄的延遲、非客觀的批評 抹殺參賽者的付出、否定他們的價值 香港選秀節目《全民造星》的評判王怡興 看完參賽者王俊銘的表演之後就大鬧了 根本不適合入行 就像十年前的兒歌頒獎典禮一樣 在第三季中 接觸王偉關對參賽者的評語是 我覺得你們根本在浪費這個節目 甚至沒有資格站在這裡 更甚者 連節目組都承認利用了一些沒有實力的選手 帶來爭議的選手來獲得收視 當比賽的時候 你被貶到一文不值 當比賽完之後 你更加發現你表演的片下 有數千條負評 包括攻擊你的外表、倫力 甚至挖掘你的私隱等 這種踐踏自尊的堅難方式 又如何利大於弊呢? 今天便是絕對成立 多謝各位 正方主辯所用時間為4分04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主辯的同學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之後請說可以 可以 聽不到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請 主席評判 再者各位 大家好 成立正方 所以,近年來各種選手節目開始普及 例如美國的全美一丁 內地的青春有你等等 有鑑於各個國家的情況不一 我們不妨自從香港本地出發 開始討論 8090年代,香港的娛樂產業曾經盛極一時 四大天王,張國榮、胡彥芳等的巨精湧現 向香港娛樂產業民居亞洲第一 建議近30年隨著網絡的聲痕以及全球化的影響 向國娛樂產業受到外來的衝擊 開展色味 因此,要衡量變題不需要審視 選擇節目本質上是否有利青少年的未來發展 我方反對變題至於以下原因 第一,幫助青少年盡快成名實現夢想 過往想去捧捧一位歌手 主要透過與娛樂公司簽約 迫發寒唱片以及利用電台商業表演慢慢賺取名氣 當中需要花費龐大的資金加入時間 又在選秀節目中 參加者能夠在節目初期受得各類媒體的關注 並且接觸到廣泛的觀眾 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 參加者就已經能夠吸引到大量的粉絲 選秀節目融縮了明星成名的過程 令他們能夠用最短的時間收獲最大的知名度 例如香港的新星姜濤 2018年ViuTV的《全民造星》正正給予他這個機會 令他成功透過節目得到電視台的賞識 在三個月內已經收獲大量關注 後來更加成功奪得了《啤茶樂壇》 《我最喜愛的男歌手》 正因為節目為他割取了大量的飲氣 令他自出後拍廣告、戲劇的機會圓圓不絕 他特意在娛樂圈站穩陣腳 我方不否認當中參賽者是需要承受一定的壓力和挑戰 但這些都能夠令他們在過程中了解自己是否適合娛樂圈 並且令他們成長 可見選秀節目令青少年能夠短時間內成名 難取人氣 由於參與選秀節目的門檻比較低 一些缺乏之餘的素人或是練習生都能夠參與其中 透過展現他們的潛能在節目中收獲這麼多關注 例如台灣的著名歌手蕭敬騰、林佑嘉等本來都是素人 透過參加台灣的選秀節目《超級聲光大道》而成名 可見選秀節目為青少年擔任更多的機遇 令這班有潛質但缺乏資源的青少年 能夠有一點所長的機會發成夢想 第二 振興本土娛樂產業提供多元出路 香港的娛樂產業發展一直面臨著龐大的競爭 受到世界各地娛樂發展的衝擊 加上香港的娛樂由一家獨大發展單一 因此近年一直被展沒落 青少年不再追捧香港的藝人 人們亦不再願意去投身娛樂產業 建議《全民造星》及當中的本地男子組合 MIRROR和ERROR打破了僵局 來前令更多港人關注本地的娛樂產業 廣社會不時熱烈討論香港播手的作品 原來每一次出席活動 都會有大量的粉絲道場支持 演唱會的門票 更在短時間內受慶 一票難求 MIRROR的成功吸引了更多有能力 有興趣的青少年投身娛樂圈 出路變得更多元 另一方面 對於節目的受眾是廣大市民 雖然有見到及見證 甚至可以投票去決定節目參賽者的晉級與否 故此市民只能夠擔當著監察的作用 亦都能夠選擇本地的對象 如此一來 選手節目令更多人去願意了解 以及參與本地的娛樂產業 有助刺激本土環化發展 循環而言 令青少年對於本地娛樂產業 重拾信心 為他們提供更多出路的選擇 最後想問有方和學 沒有選手節目 一些有實力 而想要去投身娛樂圈的青少年 有甚麼更好的方法 可以令他們在短時間內收獲大眾的關注呢? 多謝各位 接著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正方台上一位辯元向反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一分鐘 反方主辯準備一分鐘 回答一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均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元向正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均向對方提問一次及回答一次後 便會回到正方一副環節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注意 填寫台上發問分數時 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 特別是反方分子 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現在正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元作台上發問 如準備好之後 請講可以 發問同學為正方一副 準備好請講可以 可以 定 今天由方說選手節目的利署大過閉署 我方已經在主辯很清楚地說過我們的衡量準則 就是今天要探討究竟這個選手節目在青少年的心理和價值觀造成的影響有多大 請問由方今天的衡量準則又是甚麼呢? 又如何論證選手節目的利署是大過我方提出的閉署呢? 多謝各位 方方主便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今天要請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 丁丁 准备时间完结 请反方主辩答辩 你有一分钟时间 如准备好,请刚可言 丁 主席评判,各位大家好 回应方国的问题 今天我方从来都没有说过我们的准备在于利大于弊 当然今天方国要含量 为何你方的弊处会凌鸣于我方的利处 今天方国很奇怪 他问我方的准备是什么 我方在主辩的时候很清晰地说了 对于审视选手节目的本质上 是否有利青少年的未来发展 所以今天我方同学 不要听听我方说的东西 今天方国主辩和我们说 一些选手节目 会有青少年的大压力 会令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和挑战 但至于我方在主辩上已经提到过 这个选手节目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被他们浓缩了明星成人的过程 是正正可以令他们 去了解到当中的压力和挑战 参加这个 可以令他们尝试这一件事 那就可以令他们知道自己 是否适合娱乐圈 和令他们更加快速成长 今天方国需要和我方解释 为什么你一个这么不独特的弊处 能够凌鸣于我方今天提出 能够让他们短时间成名 正正 请反方自由派出一位 辩元在台上发问 如准备好请说可以 是 请反方自由派出一位 的台上辩元进行发问 是要开放字幕 是 是 你是反方杰辩是吗 反方杰辩是吗 反方杰辩问问题 好 是 如准备好请说可以 可以 可以 正 主席评判最后各位 大家好 韩国演艺圈发展成素 令小姐青少年得以在韩国出道 一元成为艺人的梦想 今天我刚见到选择节目 例如全民造星 能够吸引年轻的一辈 会再次关注香港的娱乐产业 支持本地的艺人 令香港的娱乐产业 变得更加窮 但既然今天有韩国的先例 告诉我们 产业的窮窝 能够为青少年去制造机会 求新演艺界 请问有光和拓 至于想成为艺人的青少年而言 有选受节目作为舞台 令他们逐目有利点 还是香港娱乐产业继续衰退 没有新权所有年轻人 都难以进入娱乐产业有利点 多谢各位 正方主便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叮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叮叮 准备时间完结 请正方主辩答辩 你有1分钟时间 如准备好,请讲可以 是,试咪 可以 各位大家好,首先多谢有方的提问 有方今天完全没有理会到青少年背后的压力 请问有方是否希望娱乐产业 香港的娱乐产业要建基于 青少年背后的创伤压力痛苦下呢? 而且有方就说 选秀节目为有实力的青少年人提供了 追求梦想的机会 但有实力的话,我们可以去 有其他方法,例如去公司面试 不需要节目成败得失 在公众面前无限放大 亦都可以有追梦的机会 多谢各位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轮到政方第一副变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是吗?是吗?可以 除了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要反对变题 就必须证明选秀节目为青少年带来的影响 理大于拜 有方今天不断说 香港是需要娱乐产业復甦 因为为青少年带来的代价不严重 今天变题成立与否 其实绝不可以忽视变题中两个关键字眼 第一,选秀节目 第二,青少年 有方今天反对变题 其实无非只是无认称以下两个特质 第一,究竟选秀节目的特质是什么呢? 选秀节目是一个商业性的节目 目的就是要赚取巨大的经济收益 天使台为了吸引观众提高收市 必然将节目包装 营造参加者的冲突和矛盾 甚至刻意制造话题 形成新闻 目求选秀节目成为热患 有方就说 选秀节目可以为青少年提供 尽快成名的机会 但是既然选秀节目具有商业性德 最终的目的就是赚钱 那便不可避免为吸引青少年的眼球 而营造幻想 有方说青少年可以透过节目 找到多元的出路 背道而迟 甚至这些选秀节目是 青少年被轮为娱乐大众 满足网民讨论的工具 又如何可以好像有方所说 有利于青少年了解自己呢 除了商业化 今天的选秀节目一定是有娱乐性质 可以说是以造星娱乐为前提的公开选秀节目 只有具备娱乐价值的人 才可以在选秀中成功 为了增加这个娱乐效果 选秀节目会令选秀故意出手 甚至频繁捕各种欠望 如果不制造选秀的冲突 就会加重善情的成分 中国选秀节目达人秀 更加被舆论批评 这是一个斗窮的舞台 节目越来越多善情 眼泪就越来越多 这个又是否真实的社会现象呢 要对青少年造成利处 必须是令他们在自身和社会有正确的认识 试问在这个情况之下 青少年要如何正确认识自己和身处的社会呢 我们可以看到尝试编的言语 就会为他们带来忧虑 观众的一举一动就会为他们带来舆论压力 为自己设定好的目标等等 又会为他们带来忧虑 由此可见 选秀节目无疑是为青少年的心理质素 带来负面影响 第二个问题 究竟青少年的特质是什么呢 有方一口断定选秀节目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大 其实都只是因为不了解青少年 由儿童走向成年人这个过渡阶段的特质 他们在成长阶段一带的特点就是过分乐观 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但是当青少年站在舞台上 同时被无数镇灯照射着 面对着中目渠何的目光 最后就只会后悔当初选择的路 根据卫生署就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资讯表示 青少年看字幕容易浪漫化 不论是节目营造的效果 还是青少年充满幻想的心理 都会淡化成功 以为成名并不困难 甚至以为人生只需要一场选秀节目就可以 这种错误的价值到向 必然阻碍了青少年建立应有的价值观 叮叮 因此这个辩题绝对成立 多谢各位 正方主辩所用时间为3分05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接着下来是反方第一副辩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之后 请向继续员讲可以 可以 定 主席评判 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们不难发现 正方正立变题是基于两个字 压力 今天我方问有方 一些有实力而想投身娱乐圈的青少年 除了参与选秀节目之外 还有什么途径可以令他们短时间内收获人气 有方避而不谈 我见有方都知道 选秀节目才能令青少年最快成名的方法 再跳入你方立场了 有方今天提出一系列的忧虑 声声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心智的青少年 愿意你方究竟是为他们好 还是令他们断送前途 我们一一审思 第一 有方觉得青少年会过早承受过大的压力 其实我方都不否认 当中参赛者是需要承受一定的压力和挑战 但这样是可以令他们在过程中了解自己是否适合娱乐圈 并且令他们成长 意思实上 任何途径成名都会承受舆论压力 好像最近的乐坛新人林家谦 他都面对很多批评 在最近的颁奖典礼 只是抹一抹个奖杯 就被广众都说他串 但这样是否代表我们就要放弃追梦的机会 不让青少年去达成他们的梦想 而第二 有方跟我们说 评判的批评会损害参赛者的子专 但其实有方可否跟我们论证的普遍性在哪里 你有没有提出例子去论证呢 是否真的会令到参赛者从此就一决不振呢 因为我方看到有很多选手都是再次参赛过 例如好像蔡徐坤、朱正平、Justin、Seline 听这些例子 他们全部都是承受过评判的批评 但都再次参加不同的选手节目 所以有方跟我们不要再和我们混淆视听 而且批评是令人进步的动力 演艺圈的必经之路就是批评 通过传统途径 可能就会遇上更加长时间的批评 有方是否觉得公众人物 应该完全不得到任何的批评才是最好呢 而且有方跟我们说 会传递错误的价值观 令那些参赛者希望可以太弱留强 然后形成一个恶性竞争 但其实我们参加任何东西都会形成恶性竞争 比如好像我们今天参加这个辩论比赛 如果我们错误这样解读的话 都是会形成一个错误的价值观 就是觉得我们要弱欲强食 然后所有的考试小学比赛 有方是否觉得都不应该参加呢 事实上每个节目都可以带出正面和反应的信息 只是视乎观众如何去解读 比如好像拳击节目都可以鼓吹暴力 但它也都可以宣扬运动精神 就是和我们论值 是不是所有观众都会过分解读呢 其实选秀节目是令到年轻人 而更短的时间获取知名度 全美一丁的Cody 这就是胡生生的例子 他透过自弹自唱赢了比赛 而因为这样几个月内一举成名 影片已经有超过5000万的点击率 而选秀节目也有专业导师提供指导 好似中国的青春有你之后 李荣浩、Lisa、邓志奇这些著名的人组成导师团 令到他们可以作出改善更加迎合大众口味 更加用于追悟的青春而言 是最适合的方法 谢谢各位 反方第一 负便所用时间为3分06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接下来是正方第二负便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之后请向计事员讲可以 至于 示茗示茗 大家好 有方即觉到 选秀节目是令到年轻人快速成名的途径 就是问你快速成名 只有選手節目這麽具壓力,令青少年人的心理成長受到這麽大阻礙的方法嗎? 他們可以將他們的才能展現給老師協助成長, 也可以將他們自己的才能放上社會平台等等的網站。 只要你有才能,自然就會看到何必需要選手節目這麽具壓力的方式呢? 有方又覺得這個選手節目並不是惡性競爭, 但有方又要了解一件事,就是選手節目的賽制是很殘酷的。 例如中國好聲音、聖美和聲,一個導師訓練了兩個選手, 當這兩個選手成為朋友之後,再要在中間選一個選手來晉級, 還有很多不同類似這些殘酷的機制。 這些機制主要是為了造成惡性競爭, 只有一些節目有漢點吸引觀眾去看。 但是這樣又如何可以忽視了青少年他們承受的壓力, 亦都不可以令他們建立的壓力觀。 如果今天辯論比賽是用這種方式進行, 你的壓力會不會很大呢? 有方又認為選手節目可以借助競爭所產生的壓力和挫折去促進青少年的成長。 但是選手節目的壓力有多大?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平時面對的那些考試比賽相比呢? 在選手節目中,評審往往都會用很惡毒的言論去可惜。 參賽者,有方說我們沒有舉例子,現在舉個例子給你們。 在選手節目《全民造星》中,導師批評青少年是沒有實力的, 只是想靠《復免新聞》上位。 當時青少年被人罵喊,顏面盡失,他們還是成年人。 到底青少年又如何呢? 這些說話是否定參賽者一直以來的努力。 有方可能會覺得這些言論只是局限於小部分的評審, 但忽略了年輕人的特質。 根據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表示,年輕人的自尊感和自尊心 還在不停發展,需要別人的認同。 就算退一步好像有方這樣說,我們都要知道只需要一句尖酸刻薄的評論 都會對青少年造成深遠的影響。 假如今天比賽,評判說有方浪費時間,說有方沒有資格辯論,有方進去。 有什麼感受呢? 再者,香港青年協保的資料比試得不到舒緩過大壓力, 會衍生好像失眠、逃避社交、不可以控制情緒的問題。 有方認為快速成名對青少年是好的, 但忽略了一件事,他們成名之後呢? 他們成名之後難道就不需要面對公眾的輿論嗎? 他們不是成年人,成年人可以好自如地面對這些壓力。 但是青少年不行。 好啦,多謝。 好啦,所以今天辯題絕對成立,多謝各位。 正方第二負面所用時間為3分08秒,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下來是反方第二負面,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之後,請向計事員說可以。 可以。 定。 主席、評判、著著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很直線邏輯的,覺得青少年甚至未成熟, 不能夠承受壓力,所以他們要收藏自己了。 其實不難發現今天有方正在反對的是比賽, 反對的是惡意的批評,而不是選手節目。 今天有方說他們可以將自己的影片放上社交平台, 難道在社交平台上就不會受人輿論的批評, 不會有壓力嗎? 這方面有方是說不過去。 就像我們考試一樣,我本身明列前往後來成績一落千將, 我都會哭,我都會挫敗,但是否等於會一決不振呢? 今天有方說來講,可能說不出選手的獨特性。 今天有方說他的初一劑殘酷,因為有人會被淘汰,有人會晉級。 我想說我今天考文憑師的時候,如果我考一科不合格, 我都不能進大學,這是我的壓力嗎? 這是我會被淘汰嗎? 這個社會就是這麼殘酷的了? 而選手節目為何要有這麼大的獨特性? 而青少年的心智是否真的未能夠成熟,未能夠成熟這些呢? 有方不要將這些白串無限上光線。 再者,今天青少年如果有夢想有才華, 需要給觀眾看到的話, 他們不能夠承受原來壓力,又如何去做到這個方面呢? 有方是否覺得他們不需要發展自己的夢想呢? 如果他們沒有選手節目,沒有這個平台的話, 他們努力三、五、七年起其他的渠道,都未必有人上色。 那當他們覺得努力了,沒有後果的時候,沒有成果的時候, 他們是否一樣會有壓力,是否一樣會很不開心? 那他們又可以怎樣呢? 第二,今天有方又說了,那些評判很刻薄, 仍然那些參賽者哭而已, 但只是他有沒有放棄,有沒有一決不振, 是不是他的夢想就無續呢? 有方從來都沒有論證過的。 一部已經所說了, 朱正廷、譚之光再次參賽,再次努力, 為何不是一個好的渠道呢? 第二,有方說,因為不製造娛樂性,製造話題, 就等於會令超賽者故意出醜, 然而好像姜濤一樣,都被人說遲到的, 但他一樣可以跳舞,一樣可以唱歌,展現自己, 從而現在一炮走紅, 因此這一種娛樂性的影響是否真的那麼大呢? 第三,今天有方說,會有惡性競爭, 但首先,競爭在哪一個場所都有,考試都有, 我今天都想高分過我旁邊的同學, 但代表可不可以我們競爭, 要一路互相學習,互相去改善自己, 以及從而去進步呢? 第四,今天有方說, 青少年會說自己可以一夜成命, 而其實不同的節目, 例如拳擊比賽,英招比賽, 你都可以說他們, 無緣無故看完之後,就去踢球,去打拳, 其實他們方法學業去做這件事, 青少年是否真的沒有判斷能力的呢? 有方不會將青少年的心智發展, 是誇大得那麼誇張, 其實今天他們會懂得判斷, 以及懂得見到他們要努力, 但如果我們不會定義哪條出路是好的, 如果他們真的決定了發展娛樂圈的話, 為什麼不可以有好的發展? 例如譚之君那樣, 他的發展不是很好嗎? 其實選手節目不是無時無刻, 都可以隨心所欲, 也都可能會受人批評, 但若然沒有選手節目, 這幫青少年他要做的, 是要放棄自己的夢想, 他在努力三、五、七年, 根本沒有機會獲得媒體的關注, 以及觀眾的工作關注的時候, 正正! 我們知道他竟然去參加的原因, 多謝各位! 香港第二負面所用時間為3分04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辯員, 向反方台上辯員提問, 正方無權指定回答者, 反方可自由派出台上辯員回應, 台下發問時間1分鐘, 台上準備1分鐘,再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下派出一位辯員, 向正方台上辯員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機會, 而兩條台下發問可由同一辯員提出。 如果雙方都沒有問題的話, 台下發問環節現在開始, 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作第1條台下發問。 在這裡。 不好意思啊。 在這裡是否可以開始? 稍等稍等,稍等。 你有一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大家好,有方說參加選手節目, 可以給青少年上次娛樂圈的生活, 如果不行,可以隨時抽身, 如果圈也都可以在線, 但是參加了選手節目的藝人, 例如姜濤, 已經紅獻全港, 已經感受過大的壓力, 例如傳媒的批評, 粉絲的議論, 甚至是被網民揭發他的私隱, 影響了他的身心, 已經留下了終身的傷害, 很難去忘記。 而香港觀眾也會記得姜濤, 有方法可以駕證到青少年在抽身後, 仍然不受傳媒的影響, 可以做到一個平凡的青少年, 多謝各位。 反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再一。 再一。 叮叮 准备时间完结 请反方派出一位辩元答辩 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 请讲可以 可以 是不是反方一副同学答 好 可以叮 大家好 其实今天有方提出这条问题 我们不难发现有方是反对所有青少年做明星 不是反对选手节目那么简单 有方和我说姜濤这些例子 他们会受到终身的伤害 会令到他们心理的质素会下降 但是其实我方看不到姜濤有什么终身的伤害 我反而是觉得姜濤现在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 达成到他的梦想 有方知不知道姜濤自小就已经想踏入演艺圈 全民造星是给了一个平台 他可以进入大众的眼光 他成功成为艺人 有方不要再浅踏这些青少年的梦想了 其实明星都是一句出路 为什么有方台本来都是要禁死板 禁守教的思想就是和我们说 读书只是唯一出路呢 谢谢 多谢各位 请反方派出一位辩元作第一次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之后请讲可以 示范可以 准备 在座各位 大家好 其实今天有方很担心 评判的严厉批灵会打击青少年 令到他们会崩溃会有压力 但相信在座各位都会知道 所有比赛都会有评判 在参赛者表现不好的时候 给予严厉的评语 就像我们辩论比赛的时候 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 评判也可以给一些比较严厉的评语 给我们直接指证我们的错误 而透过这些评语 亦都能够能够青少年去改章 请问有方同学 如果任由青少年永宇 不接受任何批评 青少年也要如何成长 要建立你方所重视的成熟价值观 和有更好的新心灵发展 多谢各位 正方有1分钟时间准备 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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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 准备时间完结 请政方派出一位辩元答辩 你有一分钟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答辩的同学是政方第一负辩 事迷事迷 可疑 定 大家好 首先多谢有方的提问 有方问我们青少年是否接受不了批评 但我们都要看究竟这些批评是善意的批评 还是具侮辱性的批评 在日日韩选秀节目创造48之中 公协少年因为比赛失误 被大众当时批评他根本就没有能力担任中心位置 整个队伍都会被他拖累 结果就崩溃太哭 另外在中国选秀节目创造型2020 导师王子涛因为不满学员张艾芬 只去真是喜欢哭 如果跟别人比胆小的话就没有人比得上他 其实这些都是侮辱性和不尊重别人的说话 有方同学就说选秀节目是否不可以令青少年承受批评 其实不是的 而今天有方就将辩论比赛和选秀节目比较 但其实他们是不是一样的呢 选秀节目面对的是过夜晚的观众 而我们辩论比赛今天就是得有方评判和在座各位 即使赛会会将比赛片队放在网上 但还是得聊聊可说的 正方提示时间结束 谢谢各位 请正方派出一位辩元作第二条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说可以 可以 有方今天的利处就是短时间承明就是利处 问题就是小家斯丁在15岁的时候熊遍全球 完全做到有方今天所说的利处短时间承明 结果就是正正因为他小时候受到全球微光灯的聚焦 压力大到吸毒、斗牛、酒驾等问题出现 去到十年之后的25岁依然要做心理辅导 青少年时期 青少年心理健康自尊仍未成熟 主要建立的当中 有方是否觉得 只要成命这些一世的心理健康伤害都不重要 都比成命重要呢 多谢各位 凡方有1分钟时间准备 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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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准备时间完结,请泛方派出一位台上辩员作答 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好,这个是泛方第二负面 好,丁 最终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歌不停夸大青少年心智的不成熟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9岁是青少年 是不是他们20岁代表可以承受所有的压力呢? 今天有方不断地夸大青少年 但他们是否真的不能承受呢? 今天有方举出孤例,说Justine Bieber 但其实他不是参加选手节目 所以有方只是说成名的币串,不是选手的币串 而且这个孤例应该代表什么呢? 陈芳宇、柳应亭、谭子军、Jeremy、姜濤 谁是因为成名而吸毒的呢? 一次又方举出这么极端的例子 其实是没有讨论的价值的 青少年的心思是否真的不能够承受任何的舆论压力呢? 是不是他们连一些音乐的比赛、音乐的考试 都不应该参加? 谢谢 请反方采出一位辩元作第二条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时间发言,如准备好,请讲可以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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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方举佛一出来跟我们说 有实力、有梦想的青少年 不一定要透过选手节目追梦 拍摄影片、放上其他影音平台 一样可以成名 而按照有方今天整场比赛的逻辑 只要走一两种表现他们自己的才艺 就有可能会获得负评 或者成为带庄的烧病的时候 请问有方同学 为什么只要参加选手节目 会惹离有方口中所说的负评 望着另方的方法 把影片放上其他影音平台 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谢谢各位 正方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叮! 谢谢大家吃了 谢谢您的观估 谢谢您的观估 丁丁准备时间完结 请正方派出一位辩元答辩 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请讲可疑 惹唸 University 大家好,首先,多谢有方同学的问题 有方同学问我们只是选择节目才会寻致这样压力 看来有方同学就不会好了解选择节目的特质 選秀節目與社交平台相比是一個很龐大的觀眾數目 曾經有韓國的選秀節目,觀看人數達到25% 相當於有四分之一的民眾都收看過選秀節目 自然所帶來的觀眾壓力自然就很不同了 多謝各位 現在是結面環節 雙方劫便有1分鐘的時間預備 定 在雙方劫便有多少 叮叮叮 预备时间结束,先由范方结辨总结,你有4分钟时间 可以 我想问范方评判你是否在 等一等,可能有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 范方同学如果你准备好的,请说可以 可以 定 主席、评判、各位 大家好 纵观全场,无方说过选手节目的履俗 即是可以短时间内为参赛青少年大力之名 游方全场都没有反对过 游方反对变题是基于选手节目有机会造成的反效果 来到比赛的尾声,我们不妨重 今天变题当中的两大参与者入手 审视下选手节目对他们的影响 首先,从参赛者而言 游方提出反对变题的最大理据 就是因为选手节目会带来批评 从而形成压力 然而,今天到底有多少参赛者 是真的会因为这些人的批评 而一决不振,游方从来都没有论证过 更深的是,游方一副都已经举出了 一些参赛者受到批评之后 依然是不不不扭 改善之后再回来参赛 所以游方是回应不到 又怎样青少年受了批评之后 不可以是振作之后进步 游方从来都没有解释过 所以今天有压力的必然性 游方说不过去 其实不难发现 今天游方提出的这个费处 根本就不是由选手节目带来 即使我方义父都已经提出过 任何途径 比如说今天游方提出的社交平台 其实一样都会受到批评 所以可以看到的是 今天游方提出的这个费处 根本不独特 相反游方说过的选手节目 可以在若有在青少年短时间内成名 甚至提供一个起点 有助他们将来更加顺利去发展 所以这个独特利处 游方是反对不到 所以在独特性方面游方说不过去 今天游方提出的种种的费处 比如说是恶性竞争压压力等等 但他们今天全场不略的一点就是 因为这些费处根本就不是选手节目 而来的 所以可以看到的是 游方本身在混淆私听 即使游方一二父都已经说过 竞争压力 处处都是 相反可以看到的是 今天游方的态度 因为害怕 所以就什么都不去尝试参加 又是否今次清朝应该抱有的态度 又是否符合今天游方所说的一些政态价值观 我没有说过的 最后来的就是可以看到 今天游方才看到 选手节目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比如批评等等 而今天游方从来都没有见过 选手节目也可以带来一些正面影响 比如说青少年可以得到大众的赞赏 游方就选择一一去不示这些正面影响 第二 从青少年观众的角度出发 今天面对香港娱乐行业发展放日下 游方采取的态度只是坐视不理 我方眼见选手节目的出现 可以为娱乐行业大力一线的生机 青少年开始更多去关注娱乐的行业 长远仍然会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出路 然而今天面对上述的种种利处 又可选择事不见 即是几日有天去担心一些可能会出现的反效果 就一句短送了青少年将来有可能的多余出路 可见今天光根本就是不负责任 各位 现今世代追求所谓成功 成年人追求高薪厚职 青少年追求学业成绩 说起追梦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不切实际 但是对于一帮心中有梦的青少年而言 他们渴望探索自我 选受节目正正正提供一个机会 给他们一展所长 给他们更快收获大众的关注 实现他们的梦想 他们的节目当中一路学习 拼搏 进步 即使最后没有成为第一 已经博尽无悔 而提翻本地 近年来香港的娱乐行业发展 一直停滞不前 即使有青少年曾经想进入娱乐圈 都会因为 放弃念头 因此 今天便是绝对成立 多谢各位 正方 反方劫变所用时间为4分07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最后由正方劫变总结 你有4分钟的时间发现 准备好请说可以 试咪试咪 听到吗 可以 听到的 叮 你准备好吗 可以了 麻烦 大家好 今天是我第一次以台上来的 你身份参加辩论比赛 为了比赛 如果练习 比赛期间 如果紧张 其实参加比赛有压力 在预料之内 但选择节目同样是比赛 参赛的年轻人都和我们年纪相弱 压力大到崩溃同屋 究竟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呢 要青年人承受这些压力 又不是合理呢 辩论比赛来到尾声 中观全场 有方同学反对变体是源于以下的两个不了解 一 不了解选择节目的特质 有方同学全场都忽略了选择节目的两个特点 第一 舆论压力 现在社交媒体和网友的影响力真的很大 选择节目铺天蓋力的宣传 更会增加节目的火热度 达来更多关于参加者的舆论 当中更可能失实和涉及个人私隐 都知参加者要面对庞大压力 第二 庞大的观众数目 选择节目一向被受欢迎在中国 选择模式的节目 在历年综艺收视率中 续续占了五位 事实上 选择节目的阵段 其实更会在网上封传 长环不息 选择节目的观看人数少有数十万 但有几亿人 并不像普通的比赛 顶多都是几千个 所承受的观众压力 根本就是不同的 选择节目的影响力 是其他比赛不可以比较的 第二 不了解青少年的心智发展 有方同学和我不断说 选择节目有多好 可以让参加者认识自己 但其实我方看到的是正正相反 参加者在表现之后 从评审得到的是无助 以及各个攻击性的批评 全民造星三中的导师之一 彭修慧就跟一名参赛者说道 为何你不放弃呢? 你真的觉得你自己可以在这方面的领域 找到位置吗? 这些言论不但不可以帮助参赛者改进自己 反而是在踐踏参赛者的自尊 令他们都对前路迷茫 当有参赛者变得不好的时候 节目的行为是将这件事无限放大吸引观众 而不是予以鼓励和安慰 有方同学想这样做 怎会令参赛者对自我会感到肯定呢? 第三 有方同学今天整场都是跟我说 适当的压力可以令青少年成长 但然而有方同学忽略了最大的问题 选择节目的最大问题 就是过量的压力 今天对着是一个青少年 他们甚至未完全成熟 他们未完全成熟 他们未能可以适当地承受压力 当他们承受过大的压力的时候 就是问题了 而且有方同学今天不断和我说 朱正廷这些例子出了道的人 问我们有没有一决不振 但而有方同学根本就是以偏概全 因为有方同学根本就是忽略了 数万计一些失败的人 最后 假设今天我们是一个青少年参赛的 新青少年参赛者的身份去比赛 今天的辩论比赛 有数十万到数百万不等的观众看着我们 邓光舍在我们的面上 在同学完成演讲后 便会遭到评审严有善 和侮辱性和攻击自尊的言论去评价 同时社交媒体正在风传 和网友平击我们在比赛中的表现 想问有方同学作为一个青少年 会有什么感受呢? 想问有方同学 答案就是精神崩溃 故此今天的辩题是绝对成立的 多谢各位 如果大家认为下一位得一分 所以要给一些时间 评判做一些评分的工作 如果三位评判都可以的话 我们才再按今天我们介绍评判的次序 我们去讲评语 如果可以你们都在一个checkbox 讲话OK 那我就再看看你们的分子 谢谢三位评判 谢谢大家 überall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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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